中国研究院直播现场 我们讨论乌克兰战事到底对整个全球格局的影响 从俄罗斯侵占乌克兰很多人类比到台海 北京什么时候会对台湾动火 我不晓得这个类比能不能够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妥适 听几位嘉宾的看法 郁文您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北京习近平不会借助乌克兰危机来对台湾动 因为我们讲的如果说是美国西方的经济器材 对俄罗斯虽然会有伤害 但是伤害不是那么想象中那么大的奥拉路 那么美国跟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器材来可能大得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跟西方跟美国的经济连事程度 非常密切 中国的全球这个经济利益也是广为富散的 你一方面连事连事连事竟然因为你的连事密切的吧 所以你如果一旦制裁你的话那你受伤害就更大 这是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呢 就是说我们讲这个习近平他是这个要 要拉到台湾 他是有一几套的这个所谓的规划和步骤的 那么这个规划和步骤当然他会有 会因为外部世界的事件的就发生进行条件 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是外的影响 他肯定也不是外的影响 但是我们讲目前的这样一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这样一个打 这个我们讲这个战争 不足以打乱他这样一个规就这样一个步骤 不足以打乱那个步骤 因为我们知道的话 这个中国这个习近平他对国内还有 有有有有很大的这个问题要解决 包括我们讲这个前就是对间还发生的 所谓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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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旧风传巴哈姆斯 国家所引起的民间的这种舆论不满 这其实其实就就我们讲这准事着这个中国政务 他并不能完全控制这个国内的这样一个舆论的问题 对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假论的我们讲这个 如果要开这样的话那二十大就办这个问题 那现在就是说这个 这个我们讲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这样一个二十大 我们讲最近这个昨天开了政治局会议 那么政治局会议里面最后一段长调什么 要让大家政治局委员明白什么这个 确立两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两个什么中心吧 对那种决定性意义 也就是确定这个习近平的主导的那种那种地位 所以这个从建设情况来看了 我觉得这个习近平不会借这个俄乌危机来来这个去攻打这个 就是说武力打台湾 当然这个除非你就是台湾自己这个呃 这个提供提供就算要带进生队呃 啊这用武力提供子弹 啊这这那是那是立马弹栓 然后带台湾就是就是呃 不不提我的不对大陆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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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的情况下 我觉得习近平他就按钮目前的这样一个 不得他可以观望这个就是说站在旁边呃 看著俄羅斯跟烏克蘭的這樣 威脅給中國提供了這樣一個 我記得我上面前面講的 給中國提供了一個戰略的空間 雙度來說會減輕中國的這樣一個外部的壓力 美國固難就是說 並不是說因為俄烏 就是俄烏威脅和這個戰爭打響了 最後我就不管不顧中國了 我從事把主要矛盾掉 這個對決俄羅斯當然不可能 他還仍然會一路巨網地把這個主要矛盾對決中國 但是這裡面還是有一個程度上的一些差異的 我覺得他一段時間之內 美國會把關注的焦點 重心這個放在這個俄羅斯 放在俄羅斯方面 那麼這樣的話其實就給中國這個 就是說就提供了這樣一個機會 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習近平跟普京通話 他其實也是也間接地表現了 這樣一個轉向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現在如果加上 要上一些國內一些股東的那樣 說我們現在要存這個機會 要拉下台灣這個南韓發展武力 這個這個東西 那麼野水比如講這個 這個美國就知道 我不敢就是說 用把俄羅斯提出這個美元交易系統 也還有可能的問題 印度來說就是說 我覺得習近平他會按照自己既有的節奏 在台灣問題上按照自己既有的節奏 他首先要利用俄羅斯提供的戰略空間的 對中國提供戰略空間 進一步把中國做這個這個做實做大 做實做大 然後把中國做了 然後再在以後再找個機會 或者說來自己 像普京一樣來製造一個違局 能不能通過一個違局的一個藉口 再來解決台灣問題 這個是他 其他我們講是應該是按常理來講的 他應該會這麼做的 謝謝宇文 孟先生你看法呢 我跟宇文基本上是比較相近 我覺得這個解決台灣問題啊 主要是中國要自己要有自己的這個步驟時間 他不會打沒有把握的仗 他知道美國對烏克蘭的關鍵 遠遠不如美國對台灣的這個這個重視的程度 所以的話呢在這個情況底下 這個你因為這個什麼民族這個歷史的原因 這個這個是神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這些這些話就會影響這個 即使這個普京很順利的把這個烏克蘭拿下來了 也不見得就表示這個台灣問題會那麼容易解決 所以他的問題我想的話呢 還是原先的這個判斷 就是說大概在2027到2030年左右的時間 這個中國已經在這個海空軍的 還有這個方面的這個實力已經做到 就是說基本上可以形成一個不戰而去人之兵的這個大大事底下 他才會在做 因為這個對中國的不只是對台灣問題的這個統一的這個這個 如果一做錯那是顛覆性的錯誤 他這個是不可以輕易犯的 他也絕對不會輕易的這個這個 因為烏克蘭的事情就改變了是他的這個看法 在在台海的問題上是問題 那個是確實比國際比烏克蘭對國際的局勢要影響大的很多 好 我們看到了這個烏克蘭戰士之後 北京跟台北官方也都針對烏克蘭做出了這個說法 就關於能不能類比您這看法怎麼樣 我覺得不能類比當然很多人要類比 我覺得其實但是我我認為北京在這個方面 他有三個角度看的話他不會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方式來對待台灣 第一個就是北京並不恨台灣 俄羅斯恨就是普京恨俄羅斯我覺得這點很重要 你從現在我覺得那天我跟一個就是這個盛平也認識 就是我介紹聲明認識一個趙先生我跟他聊的時候 他就說台灣這個大陸的兩種人對台灣都有誤解 大陸的政府認為就是執政者認為對台灣懷柔 可以讓台灣人民接受統一 他說這個原來是至少年輕人這是很離譜的 第二他說大陸的民運人士認為中華民國還想解放大陸 解放大陸同胞 所以這個實際上就是說大陸朝野都對台灣有很深的誤解 但是呢這點也說明什麼呢 在普京你像包括台延所等等間 他們始終還是沒有普京恨俄羅斯 烏克蘭什麼要什麼要加入北約針對這個什麼 還有一個好像這個納粹化就聯想到這個 我覺得他對台灣呢他覺得他是一個大國要統一台灣 他要強調一個這個一個道義和一個情感 所以對吧他也打情感牌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傳統中國的謀略呢也跟傳統中國謀略 我剛才講到了說其實是跟這個西方的不一樣的 跟西方的這個外交啊還有謀略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西方這個我剛才講了普京之所以要打呢 是因為基於傳統的西方地緣政治理念 但這個東西像中國人始終是沒學會過的 中國人對自己周邊的地方啊一直不會採取 就像西方社會自古以來就不這麼來處理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個不會那麼不會把說這個旁邊 有一個台灣就會對中國有多大威脅 這裡特別要考慮到俄羅斯是在衰落之中 而西方是在強大之中 而且烏克蘭很可能會借助於西方力量在強大起來 而中國呢本身他認為他自己的發展很快 他在崛起東升西降真的假的不說 但是這個習近平是相信的從漢朝劉邦到這個漢武帝 還要到唐太宗對吧 中國都有一個在開始弱的時候呢 你要接受個弱的現實然後喘過氣來 再去解決你要解決的周邊問題 沒有這個像西方國家在弱的時候很焦慮 反倒願意冒錢然後呢這個到了這個強大的時候呢 倒可能就是覺得好像是該反正這個呢我覺得不一樣 所以說呢這是他沒有這個緊迫感 那麼他覺得呢反正這個問題放到以後 可能比現在解決更好的第二個 第三個呢我覺得目前解決台灣問題有三個障礙 第一個就軍事技術障礙 我就覺得呢是個我們談這個問題一定要考慮到 就目前來說啊就是各方面評估來說 美國人評估是硬件上來說到2025年以前打台灣呢登陸戰 這個是很難打他的這個現在軍事技術上 你說你打個海空戰吧那是另一回事 那麼還有如果即使2025年你中國這個現在十四五完成之後 中國在硬件能達到美國人是不考慮軟件因素 因為他的那個武器開發都是在實戰中他感到需要 所以他一個武器進來馬上能整編到他的軍隊中 中國是一下子就搞出了這個那個 移了個肝移了個腎移了個心臟移了又把血又換了血 這個到底能不能在這個人身上協調起來 他需要一個時間這個得要五年到十年時間 這是中國人自己啊中國自己專家說要五年十年 就是就是不打仗情況下的你要五年十年才能讓他勉強的 能夠被消化也從訓練所以說中國現在這些武器 雖然他越近似的發展但真的要投入實戰的話 也有一個問題第三個呢我們中國人自己還知道 就是中國實際上是政委控制軍隊 而且軍隊這種強調政治的話是極大的 就在陸地上也許可以有注意你不被打敗 但是你想去在海空中去打勝仗這點就會大大打折扣 所以這軍事再一個呢從國際的這個制裁上來說呢 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比俄羅斯更擔心 因為一個是中國在前一段時間發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 體系依賴太強無論技術資源市場都依賴太強 還有呢就是中國本身的資源是不足以養活 俄羅斯靠賣資源或者自己的資源是可以不餓死人的 你說俄羅斯當時那麼大的經濟困難經濟都崩潰 但是他沒有餓死人因爲什麼很簡單他資源足夠 中國不是的中國是要出大事的他一旦說 那第二第三個呢就是中國他要真的想佔領台灣 他要打台灣的話俄羅斯我敢講他實際上現在 目前就是外科手術打完就扶持一個清俄政府就完了 中國他真的要在台灣扶政治上想控制台灣的話 你台灣現在年輕人的這個思想來說他非常難做到這點 那他會把自己拖到一個大的泥潭中間 所以我覺得從這三個角度來說呢 中國現在他他自己評估自己的力量還不能夠像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打烏克蘭那他整個的軍事裝備好像 他就是天生就是會打烏克蘭開發的對吧 他的巡航導彈他的飛機他的重裝甲部隊都是在烏克蘭那個 大平原地區展開的而中國的武器呢中國陸軍傳統優勢什麼 政治思想工作了解放軍的那個什麼戰鬥精神 那就是台灣好像天生的就是不是給他打的那所以我覺得 在這點上我覺得打台灣現在大陸不會是這麼像 證明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美國當然支持烏克蘭 但是美國不派兵到烏克蘭所以很多人去這樣子說 一類比認為說如果一旦台海發生戰事北京要武統台灣的話 美國是不會派兵的我相信美國肯定不會派就是 就是啊當軍糾正一下軍濤剛剛講他說他說俄羅斯就是 烏克蘭不會餓死人這些真不是這麼回事 因為世界上最大的一個近代史上的一個 餓死人的事件就在烏克蘭33年就是搞集體化的時候 餓死750萬人那那麼現在呢這就我們看到就一覺醒來對吧 世界上多了兩國家就是德尼斯克和那個盧干斯克 世界這兩個地方普京的宣布他們獨立了那有沒有可能呢 現在國內很多就是比較基於統一的人吧就正在想 那會不會一覺醒來呢實際上又撒了一個地區 把台灣又到中國這邊來了就這樣想的人很多 也是我看到的國內那些新聞在報導這個消息的時候 下面的那個坦目下面成千上萬的都不是這樣 烏克蘭全在講台灣而且基本都是拿下台灣的呼聲整民間的了 就烏冬其實與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呢相似於烏克蘭 相當於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就未來台灣的命運 其實已經在烏冬得到了部分的展現 就有人擔心我想相當多的人我們就認識的朋友 就什麼呢就是烏冬的今天就是台灣的明天 就一個叫亞當斯的美國人呢是老東打開提出一種新思維新的思路 他說什麼呢他說如果普京入侵烏克蘭 中國呢拿下台灣 他美國與其去保衛這兩個地區 你的畫面也沒打開 就為他人去做加一賞去保衛這兩個地區呢 還不如趁死乾脆呢拿下加拿大 就反正大家都搶 各自都搶他一把 反正也回到叢林社會了嘛 拿下加拿大統一北美 然後這樣做的結果呢是各進所人各氣所息皆大歡喜 到最後再看誰拿的多 最主要 而他那個說法呢不光亞當斯這麼想 他是開個玩笑了 那也是個不見經傳的一個美國人 我就看他寫了這麼一段在推特上 而普京呢也這樣想就是川普也這樣想 他也在想撤禍打劫 他說什麼呢他普京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簡直天才之舉 他這傢伙真是頭腦非常靈光 所以他說他他既然說普京可以現在到烏冬地區啊去做為和 那麼美國怎麼不可以在南部邊界也這樣來上一段 墨西哥那邊也為為和也搞上兩塊 就這樣想的其實有的是 但是我認為呢這些都是非分之想 就中國和美國之間 和這台灣問題上呢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區別在哪呢 就俄羅斯他現在是可以說窮途末路 他要挺而走險 而中國呢不必走這個挺而走險的事 就換句話說呢 就俄羅斯通過走這些出奇招或者說呢 就俄羅斯輪盤賭的方式啊 他可能可以得到一些他正常情況他得不到的東西 而中國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就國內一個朋友呢他這樣在分析 他說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 除了軍事實力以外沒有其他的優勢 而且處於衰落 甚至就可能很危險的境地 所以他需要以軍事冒險來打開局面 但中國不需要 就中國只要經濟上穩住 社會安定不出問題 幾十年以後呢 中國今天追求的目標都會一一實現 就一個是守正一個呢是出奇 這是由於兩國不同的實力和發展的態勢決定的 所以中國人無需信急 就關鍵你就把握著發展的趨勢 所以不犯顛覆性的錯誤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呢 就中國人無需行險 就是按照現在已經想好的 就這樣慢慢走下去就行了 這恐怕就是我覺得中國他不會去動台灣 在這個時候 但是動台灣呢 還肯定是在習的任期之內 這一點呢 短的話到二七年 二七年是另一次環節的時候 最晚大概也就是三七年 因為習最多我想再做十五年吧 蘇聯也蠻長一段時間 和平呢 和平你們說看吧 我為了節省時間放棄發你 我是這個台灣的和平支持者 剛才這個視頻提到了 這個可能短期間不會犯台 但是還是會犯台 有沒有有沒有嘉賓有特別想要補充說明的 如果有沒有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 有那個有 我覺得這個習近平 二零三七年是不會犯的太大 看年齡太大了 那個時候已經做已經八十多了 對他來說沒有多大意義 所以說這個 我才能解釋 我覺得對可能這個二零零 這個二零二七到二零三年期間 因為這段期間的話 如果等 如果是說完全等中國各個方面的條件情書 這個東西也很難講 什麼叫做完全條件情書呢 这个不好评估的话 大底下他如果能够觉得 他自力能够在评估 这样各个方面条件 大体上去迅速了的话 就可以了 虽然是我们现在中美对抗的 但是在习近平所谓的相循环 以及对高科技方面的自力更新的 这样一个正在举播体系下 他某式短板有可能 能够经过5到10年之间 能够就是可能不会完全能够克服 但是大体上能够很多短板 应该是能够弥补掉 所以他这个时候 他认为就是你是外界的干涉的话 对他来说 造成的那种成本 不是非对非说要动摇国本 甚至让共产党垮台的那种地步 不可能造成那种情况之下 那么大可能就冒险 他冒险让台湾开到 这可能性是非常大 好 谢谢一文 如果大家没有补充的话 我想乌克兰跟台湾 到底是不是能够类比 我想各位观众都有自己的看法 不过我们嘉宾 也分析了他们的论点跟这个立场 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 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 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 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转发订阅